欧战争爆发将戒满十一个月了 欧美国家的国防部长 二十号在德国商讨对于欧克兰的进一步军援 以及战略变更 欧美各国都同意要军援重型武器给乌克兰 不过德国依然是针对 是不是要军援暴二战车犹豫不决 穿着军装进入会议室 欧美各国的与会人员互相握手交谈 由美国主办的这场会议 二十号在德国西部城市 拉姆什泰因的美国基地举行 来自欧美等五十个国家的国防部长 与军事官员集聚一堂 商讨对乌克兰进行下一步军援的事宜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蒂因在会议中宣布 提供乌克兰另一项包括史翠克 装甲车等价值二十五亿美元的军援方案 而英国波兰捷克荷兰丹麦等其他国家 也各自提出了新的军援 乌克兰的清单规模大于先前 为此乌克兰总统泽勒斯基向欧美国家 表达感谢 但仍表示 期盼获得德国主战型 保尔战策的军援 但德国仍犹豫不决 德国对任何国家要出口这款战车 拥有否决权 外媒报道德国总理萧姿 似乎忧心会因此激怒俄罗斯 不愿意时刻出口 不过也有其他国家指出 德国的顾虑很多鱼 因为俄罗斯已经全面投入战争 目前俄罗斯也不断地强调 西方国家提供乌克兰武器 只会延长这场军事冲突 增加乌克兰人的痛苦 俄罗斯前总统 也是现任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 麦维德夫也表示 如果俄罗斯在战争中落败的话 届时普廷将可能会不顾一切 引发核证 国内新闻成熊比译